神仙宋经之隐 闻之常落寂静之洞 神仙在来这洞府 神仙所住的地方 阿宽 祝佛说法 温习受持 菩萨对谈 天兵可量 问题就是我们自己 要修到这功夫 有不是没有 古剑里头记载的有很多 总是 现代的人 烦恼 比过去 不说太远吧 中国人讲一家子 六十年 这六十年的变化 太大了 六十年前的 那些人 那些人 比我们 现前社会的人 佛报要大喜 为什么 他们烦恼 比我们现在少 我们现在的烦恼 比一家子之前 我相信 增长一百倍都不止 这是我们轻身经历 那烦恼增长 就是障碍的增长 障碍天天增长 对于金教灵 这些很深的义曲 就很难体会 那诸佛 说法 菩萨对他 与我们缘分 越来越远了 那古人 心底情境 有时候就越到 墨碑 真有菩萨菩萨 舞台 却有 文殊菩萨 菩萨的观音 在早年 一家子之前 感应很多 潮汕案的人 回来告诉我们 现在 交通便利了 公路开上去了 人可以不必走路了 甚至于还有烂车 可是 这些感应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人 现代人 仗着科学 这些工具 要征服自然 天人 这些祥瑞 就不见了 那么我们 心心 想一想 一家子之前的人 跟我们相比 他们在生活的感受 落 毒 苦手 现前我们社会 大家所感受的 苦多 落手 甚至 完全没有路 现在的路 实在是 麻醉 以此为路 真正的路 没有了 业生 从来没有遇到过 那 黄河道德讲堂里面的 学员们 他们的心得报告 我们听过 就明白了 所以 深一切教育 不能不许 不能不解 不能不闲 那 最好 能真的 所谓真的 就是 把神贤教育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 变成自己的 工作 待人 救 啊 真 得到收入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